听这样一种说法说美盲比文盲还可怕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很好 经常要面对美的事物 那你怎么去判断它呢 我们今天就多讲一点工匠美学 我们先讲一小故事 有一个寺院 有一个小和尚 师父让他去扫落叶 那小和尚呢 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师父看了看 摇头 也不说话 第二天呢 小和尚又去扫 又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师父还是摇头 第三天呢 依然如此 直到有一天 小和尚呢 扫得干干净净 来了一阵微风 又落下几片叶子 这时候师父看了 点点头说 这下可以了 那么 这就是美学的一个境界 那怎么你判断这个境界呢 我告诉你就很简单 它就两个字 叫做感觉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跟别人的感觉 是否一致 或者说你的感觉跟高手的感觉 是否一致 你的感觉跟你师父的感觉 是否一致 这个强调的是感觉 那么日本流行的一种美学呢 叫叉记 叉这个字呢 在今天的汉语中呢 几乎不用了 你不去读古文献 基本上碰不到这个字 那我们理解起这个字 往往看着这个字啊 它不就是一个单立人 一个宅吗 宅男宅女的宅吗 那你会理解成 它就是个宅字吧 这就不是个宅字 这就是一个叉字 跟今天我们叉意的叉这个字同印 日语中的叉记呢 是对富贵的 华丽的 鲜艳的 豪华的 繁琐的 这些状态的事物的一个否定 不是肯定 是否定 那它要的是什么呢 它要的是朴直 节制的 冷寿的 寂寞的 幼浊的 甚至是枯萎的 它要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状态呢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对绘画史有所了解的人知道 元代有个大画家叫倪云林 他画的山水画叫枯山水 枯枝 枯枝树 那树上都没什么树叶子 远处的山水呢 也画得没那么湿润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青绿山水 我们都知道 前些日的故宫博院展览过 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 那是青绿山水 枯山水 对的就是青绿山水 它是两种审美的 极端两个境界 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这种枯山水 差迹的境界 日本有这样一个故事 千利修 创造了一个茶道门派 他在京都的家里呢 种了一大片千牛花 夏天到了 千牛花盛开非常漂亮 那么 风尘秀吉听说以后呢 就想去看看 结果千里修就下帖子 请风尘秀吉来家看看 欣赏我的千牛花 准备茶会 可当风尘秀吉 带着一众人马到他家的时候呢 满庭院的千牛花全都没了 全部都被摘去了 风尘秀吉就火了 说你请我来看花 居然没有花 怒气冲冲一进屋 茶屎 一个花瓶 插着一支千牛花 上面还带着露水 千里修把所有的花卉都毁掉 剩下这一支 表达的就是差迹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听完这故事 有没有内心移动 这是日本美学史上最著名的例子了 告诉你 审美不是满是也都是 就一定是美的 孤独一支也可能更美 我来看花瓶子 我们来看花瓶子